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 ABC 是時速 然後這個二次方層次的兩根 跟 Alpha Beta 那 Alpha 是在這個 Alpha 是0 0 跟負1 之間 那 Beta 是在1 跟2 之間 而且 2A 加 B 加 C 等於 4 那 AB 是介於這個區間 那問喔 這個最小值是多少 然後是怎麼做 我們現在來看 這個 我令這個 Fx 是等於這個二次函數 加上 Bx 加 C 那現在的話 嗯 這個 A 是不是會 所以 是十數 而且 A 它是大於2 A 大於等於2的話 所以是首項係數大於0 所以它這個頑口是向上 那頑口向上的話 畫起來是這個樣子 好 那這樣的話 我們就曉得說 這個寒數 帶負1的話 它是大於2 F 代負1 這是等於A 減B 加C 這個呢 是大於等於0 因為這個 alpha 有可能是 剛好是負1 所以有可能是等候 那F0 那F0的話 0的話 它是小於等於0 0的話 跟C C 它是小於等於0 那這樣看呢 你帶1 帶1下去的話 帶1下去的話 是A 加 B 加 C 它是小於等於0 那你帶2下去的話 是大於等於0 F2 是多少 4A 加2B 加C 大於等於0 好 再來我們看看 這個C C是等於多少 C是等於4 減掉 2A加B 所以我就把C給帶掉 然後找A B的幻圍 然後找A B的幻圍 所以我就得到什麼 得到A 減B 加C 加這個 加4 減2A 減B 這是乎AR 減2B 加4 大於等於0 那這代表什麼呢 A 代表A加2B 減4 小於等於0 那就A加2B 小於等於4 再來這個C C是等於這個 所以4減掉2A加B 小於等於0 那2A 2A加B 大於等於4 2A加B 大於等於4 大於等於4 2A加B 再來呢 A加B加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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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多少呢 就4減A 再加A加C 再加A加B 剩下 負A加4 負A加4 負A加4的話 A加B加C 這是小於等於0 那所以A 它是大於等於4 那A大於等於4 而且A大於等於2 所以A大於等於4 它叫A大於等於4 好 再來我們看看 這個是 4A加2B 4A 4A加2B 再加C 4A減2A就2A 2B減B就加B 加4 大於等於0 那就是2A加B 大於等於4 大於等於4 跟大於等於4 取交集的話 那就應該是取這個 就應該取這個 此鐵 而且的話 B它的換為 B 它的換為 小於等於2 大於等於4 大於等於8 好 好,那他現在要求什麼極小值? 那他換了可行解區域 可行解區域是這個 現在要找什麼東西? 要找這個目標函數 他的極小值 這目標函數的話 我們就說 Z AB 等於是A A加3B 再加2C A加3B 再加2C C的話是4-2A-B 那這樣減多少呢? 這等於 -4A 加A-3A 3B 3B 3B-2B 就是加B 再加8 所以要求這個目標函數 他的最小值 好,那現在的話 我們把可行解區域找出來 可行解的區域的話 這是A軸 這是B軸 A軸 出過去的話 是4 B軸 B軸 是2 一畫的話 A軸 3A 3A 4A 3A 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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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是4 它是大於等於2A加D是大於等於4 所以在這裡 所以的話 是這個跟這個 所以是這個區域 就是這一個 它跟這個取消極 就是這個區域 然後A的話 它大於等於4 那A如果等於4的話 是這個 那A要大於等於4 所以就這邊 就這邊 B的話 它是小於等於-8 大於等於2 大於等於2 小於等於2 大於等於2 大於等於4 4 所以的話 應該在這裡 所以的話是這個區域 這個區域 這個區域的話 這個是A種 那這一點多少 這一點是那個 40 這一點的話多少 這一點是這條線 這條線是這個 A等於4 這條線 A等於4 的交點 那這交點應該要知道 A如果帶4的話 就是2-8 B就等於多少 4-8 附4 B是附4 A是4 4跟附4 再來呢 這一點 這一點 B是附8 然後呢 還有跟這條線 B是附8 22A等於多少 附8一過來 12 12 所以 A等於6 A等於6 再來還有這一點 這一點的話 B是附8 那A的話多少 是這條線 B是等於8 所以A的話呢 是等於4 減掉86 等於-12 A的話呢 奇怪 是這一個 沒有這條的話 是這一條 這一條 這一條 結局是4 對呀 Y結局是4 對呀 Y結局是2 這一個 這一個 跟什麼 跟那個 B是等於-8 V-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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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8才對 V-8 V-8 所以A的話等多少呢 4加多少 V-8一過去正8 826 所以是20 所以是20 X 那現在這個 目標函數的話 目標函數的話 他的這個 這個方向向 這個法向量 是往哪邊呢 X是負的 Y的話 是正的 所以應該是這樣子 應該是這樣子 應該是這樣子 他的這個 所以的話 應該 他的這個 直線 X方向是負的 Y正的 應該是類似這樣子 類似這樣子 X越大的話 Y越小 也就往這邊移動 往那邊移動的話 X越大的話 越來越小 越來越小 他求幾小值 所以應該是這一點 這一點 這一點 這一點有幾小值 所以的話 他的最小值 就是 G小M 是等於多少 G 那A是20 那B的話 是-8 應該是這個 所以是 -3 乘以A 20 加B -8 再加8 所以應該是 -60 所以答案 -60 就這一點 答最小值 -60 -00 1 - -